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共三中全会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中国前国防部长魏凤和被正式起诉的重大事件 这一举动可能暗示其被敌对势力渗透 魏凤和及其继任者李尚福在习近平主席领导的政治局会议上被正式弹劾 并被开除党籍 官方文件中特殊措辞如忠诚诗节引发了中国问题专家的广泛关注 这一罕见且严厉的指控似乎暗示未凤和的罪行可能超出了受贿的范畴 甚至可能涉及外部势力的渗透 这一事件将对中国军队及其政治环境造成重大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各位收看中共三中全会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则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这家总部设在香港的著名英文报纸 以其详尽的新闻报道和分析而闻名 最近他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前国防部长魏凤和被正式起诉的文章 暗示魏凤和可能被敌对势力渗透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事件 不仅揭示了反腐斗争中的最新动向 还可能涉及到更为复杂的国际关系 文章首先介绍了魏凤和及其继任者李尚福 在6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被正式弹劾并被开除党籍 可能面临进一步的法律行动 虽然具体罪行尚未公开 但官方起诉书中使用了一个特别的措辞忠诚识节 这个词语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刻的含义 原字形容统治阶级士大夫的道德败坏 这一词语不仅代表了魏凤和的背叛 还暗示他可能被敌对势力渗透 诗节这一词汇在中国历史上通常与叛逃和背叛联系在一起 像向中发和顾顺章这样的历史人物 他们在内战期间叛逃到国民党 给共产党造成了重大损失和羞辱 向中发是唯一一个叛逃的总书记 他在被处决前向国民党透露了大量情报 导致了上海地下共产党网络的瓦解 而顾顺章的叛逃则导致了多名高级共产党的被捕和暗杀 这些历史背景为理解魏凤和的案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香港军事评论员梁国梁对此表示 魏凤和的罪行可能超出了受贿的范畴 诗节一词的使用似乎暗示他可能让中国的敌人从中获利 李尚福的声明中则使用了较为常见的措辞 指责其放弃了最初的报复 失去了党的原则 这通常用来批评行贿和受贿者 这一对比进一步强化了魏凤和案件的特殊性和严重性 魏凤和是一位在习近平领导下迅速崛起的军官 2012年习近平成为党和军队的领袖后 魏凤和成为他提拔为上将的第一人 并在2018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 然而他的两位继任者周亚宁和李玉超去年都被免职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俊明指出 这一系列人事变动和特殊措辞表明 魏凤和的不当行为可能涉及外部因素 文章还提到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的声明 指责魏凤和背叛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信任 严重污染了军队的政治环境 损害了党的事业 国防和军事建设以及高级领导人的形象 这一指控不仅影响到魏凤和的个人命运 还可能对整个中国军队的政治环境产生深远影响 分析这一事件可以从多个角度切入 首先是反腐败运动的持续和深入 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已经进入第二个十年 显示出没有放缓的迹象 去年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创下了 调查高官腐败案件的新记录 今年上半年又创下了新的目标数量 这表明反腐斗争不仅仅是针对腐败行为 更是巩固党内纪律和权威的一部分 其次这起事件可能反映了中国内部权力斗争的复杂性 魏凤和是第一位被描述为失节的高官 这种罕见且严厉的措辞 可能暗示了更深层次的政治斗争和敌对势力的渗透 这不仅是对魏凤和个人的指控 也是对其支持者和潜在的网络的一次警示 此外这一事件还可能具有国际影响 魏凤和被指控与敌对势力有联系 这可以理解为中国对外部威胁和间谍活动的高度警惕 这种指控可能影响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和政治关系 特别是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 总的来说 魏凤和被起诉事件不仅仅是一起反腐案件 他揭示了中国内部的复杂权力结构和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局势 反腐斗争的持续和深入 权力斗争的复杂性 以及国际关系的微妙变化 都使得这个事件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话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中国前国防部长魏凤和的近日被正式起诉 这一事件可能暗示其被敌对势力渗透 6月27日 习近平主席领导的政治局会议上 魏凤和及其继任者李尚福被正式弹劾 并被开除党籍 可能面临进一步的法律行动 虽然具体罪行尚未公布 但官方起诉书中使用的措辞诗节 引起了关注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特殊含义的词语 诗节一词源自中国古代 用来形容士大夫阶级的道德沦丧 在公元前四世纪 皆是一种象征王权的竹或同权杖 而诗则意味着失去 因此 这个词语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背叛或叛逃 宋朝时期 此词意用来形容那些被认为不真的女性 如再婚的寡妇 在共产党历史中 诗节这个词语 通常与叛逃党的人联系在一起 例如向中发和顾顺章 向中发是中共历史上 唯一一位叛逃的总书记 或党的领袖 1931年 向国民党泄露了共产党的秘密 导致了重大损失 顾顺章曾经领导中共的间谍网络 在被捕后 叛逃国民党 致使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被捕 两人的叛逃被视为中共历史上的重大耻辱 专家认为 诗节一词被用来形容魏凤和 可能暗示其行为让中国的敌对势力 从中获得了优势 相比之下 李尚福的声明仅仅说他 放弃了最初的报复 失去了党的原则 这种措辞通常用于批评行贿或受贿者 魏凤和是习近平提拔的第一位上将 后来成为火箭军的第一任司令 并在2018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 他的两位继任者周亚宁和李玉超 去年都被免职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 吴俊明指出 失节这词意味着魏凤和的不当行为中 可能有外部因素 这一事件反映了习近平反腐运动的持续力度 去年 包括前火箭军司令 以及前空军司令 和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官员在内的9名将军 被免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已进入第二个十年 并且没有放缓的迹象 魏凤和和李尚福将面临军事检察官的刑事指控 这表明中国政府在反腐运动中 不断加大力度 对高级解放军军官进行严厉打击 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的报告显示 今年上半年 调查高级官员腐败案件的数量创下新高 这表明反腐运动进一步深入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谈谈中国前国防部长 魏凤和被正式起诉的事件 首先 魏凤和被描述为失节 这个词语在中国历史上常用来形容背叛或叛逃 而魏凤和是习近平提拔的第一位上将 这样的措辞无疑让人联想到 他可能涉及了更严重的政治问题 甚至可能被敌对势力渗透 这种指控无疑是对中国国防部高层的一次重大打击 让人不禁思考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国防部内部存在更大范围的腐败和叛变 哦 楚天书来点现实吧 魏凤和的被起诉更可能是权力斗争的结果 而不是什么敌对势力的渗透 这种失节的说法只是为了给他的下台找个合理的借口 回顾历史 象象中发 顾顺章这样的叛逃者确实存在 但他们的情况与现今的政治环境完全不同 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更擅长的是内部清洗 而不是外部渗透 说魏凤和被敌对势力渗透 这样的说法不过是烟雾弹 转移公众视线罢了 谢琪琪 你这样说就太天真了 中国的国防部不仅仅是内部清洗那么简单 你知道吗 失节这个词自古以来就是对背叛行为的最严厉谴责 魏凤和作为国防部长 他的行为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全 而且从他被习近平提拔到如今突然被起诉 这中间的不寻常变化 难道不值得我们警惕吗 你认为这只是权力斗争 那么为什么魏凤和是唯一一个被描述为失节的人 这其中肯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全和外交关系 楚天书 你这么一说还真像在编一部谍战剧呢 你提到失节这个词的使用确实很罕见 但这更可能是一种政治手段 而不是实际的渗透行为 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已经持续了十年 这种高调的措辞更像是为了彰显反腐决心 打击潜在的政治对手 魏凤和很礼尚服的起诉 恰恰是在党内斗争的背景下发生的 这比什么敌对势力渗透 更能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如果真有外部势力渗透 我们在国际上应该能看到更明显的迹象 而不是仅仅靠一个词语来推测 好吧 谢琪琪 你要是这么认为那也是你的观点 但别忘了 习近平的反腐运动 可不仅仅是为了内部权力斗争 它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 强化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地位 魏凤和的师姐指控 从措辞到行动 都透露出一种极端的严厉 这不是简单的内部清洗能解释得通的 事实上 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提升 国防部这样的核心部门出现叛逃或被渗透的风险越来越大 这次魏凤和被起诉 或许正是揭示了这一潜在的巨大风险 楚天书 我不得不说 你这一套阴谋论真是无懈可及 不过 实际情况可能没那么复杂 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更多是政治工具 用来巩固权力 排除一击 师姐这个词的使用 无非是为了提高这次反腐打击的震慑力 让更多的党内高层新生畏惧 这样的政治操作在历史上也并不少见 总之 魏凤和的被起诉 更多的是反映了中国内部的权力动态 而不一定是什么外部势力渗透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好了 来聊聊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新闻 中国前国防部长魏凤和可能被敌对势力渗透 这可是大新闻呀 从官方起诉书中的特殊措辞中 我们至少能够嗅到一丝不寻常的味道 习近平领导的政治局会议上 魏凤和和其继任者李尚福被正式弹劾 都被开除党籍 可能面临进一步的法律行动 魏凤和被描述为忠诚诫节 这真是一个历史感爆棚的词语 光是这个词就能让人回到古代 从前 一个节象征了王权 而诗节意味着背叛 这可是个大罪名 现在 看来这个诗节不仅仅是历史上的一个词 还带有厚重的政治色彩 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往这个词上套上了魏凤和的名字 这意味着这位前国防部长征有可能被敌对势力渗透 这种措辞让人联想到党内历史上的大叛徒 如像中发和顾顺章 他们的叛逃给共产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这样看来 魏凤和的罪行可能比一般的腐败还要严重 涉及国家安全甚至是国防的问题 让人感到纳闷的是 习近平在2012年刚上任就提拔了魏凤和 这位上将一路高升 直到成为国防部长 这难道是爱之深 责之切吗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副教授吴俊明也指出 这种措辞表明魏凤和的不当行为中有外部因素 看来 这位国防部长并非是一般的腐败官员 他可能真的让中国的敌对势力获得了一些好处 而这样的行为当然会对军队和国家的政治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 对党的事业和国防建设产生巨大损害 对比李尚福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尽管李尚福的处境也不妙 但他的罪名似乎更接近于一般的腐败案件 这种对比让人更加怀疑未凤和的行为 是否涉及到更为严重的安全问题 梁国梁指出 这样罕见且严厉的指控表明魏凤和的罪行可能超出了受贿的范畴 这句话真是点睛之笔 看来 中国政府对这两位官员的处理并非仅仅是反腐败的例行公事 而是有更深层次的考量 最后 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十年 没有显示出任何放缓的迹象 去年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创下了调查高级官员腐败案件的新记录 而今年上半年又创下了新的目标数量记录 这一系列动作展示了中国政府在反腐败和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决心和力度 魏凤和的案件无疑是这场反腐战争中的一个新的高潮 让人们看到了中国政府在维护政治和军事纯洁性方面的严厉手段 总结来说 魏凤和被敌对势力渗透的可能性 让人不禁联想到中国历史上那些背叛国家的大人物 这一事件不仅揭示了中国高层政治的激烈斗争 也让人看到了中国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决心 这场反腐战争还在继续 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惊人消息传出 准备好爆米花 继续看这场政治大戏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